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8月10日 星期二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大陸的情況是混亂得不得了 中國的官媒 最近這幾個月 好像做了追擊手 專門追擊一些 不是美國 而是英國 這些西方敵對勢力 是追擊國內的行業 人民日報最新的瞄準 就是醫療美容 我們看到 大陸的醫療系統 可以說是很離譜的 千瘡百孔 全部都是混亂 醫生 基本上就不是醫者父母心 而是謀財害命 賺錢自賞 因為大陸有三種醫院 私家醫院 公立醫院也好 有三種醫院 有三種醫生 第一種醫生謀財 第二種醫生害命 第三種醫生謀財加害命 大家可以想一下 那是多恐怖 我們說說官媒 如何追擊這個 醫療美容 很多人就問 小粉紅 大陸那些 愛國人士 是下一個行業 是誰呢 下一個 我們一會 分析一下 看看會是誰 首先說一下 最近一連串的 人民日報 或者中共喉舌的戰績 今天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Facebook專頁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LIKE 和SHARE 以及多多留言 在黑池的酒店 第3第4座應該會在 9月中旬 就是 投入服務的 最近因為很多朋友 就想 租我們的酒店就預訂不了 我們 我們 都知道 未來的需求會更加大 現在每天 去英國的班機 班班爆滿 今天才跟朋友談起 原來 他們來的時候 是坐中間那四個 最中間的兩個 兩夫妻很可憐 兩個去廁所 都要過別人的 十分之痛苦 所以 是因為爆滿了 沒有辦法 選擇 大家想想一下 一個月有幾萬人來 幾萬人來 B&B一定炒得很貴 這個我們知道 甚至 B&B被香港人搶得很貴 租盤也都被香港人搶得很貴 所以我們 接下來會加進更多物色 也有朋友 在這裡的朋友也好 香港朋友也好 過到來 看到我們買酒店買得那麼開心 他們說他們也想買 沒有問題 如果你真的買的 我們就可以和你租 租完之後 我們就 搏入我們的酒店集團 到時又可以聘請多些 香港的朋友 請回香港人 變成一個我們自己香港人的經濟圈 說回人民日報 這次再開炮 向著醫療美容 就開炮了 讀一讀人民日報的關注點 他說 這是人民網最新的 近年來 醫療美容行業迅速發展 越來越多人選擇通過醫療美容 實現變美的心願 然而其中的問題卻不用忽視 四川成都讀者夏女士 近日來信講述一件 繁心事 他的母親今年50多歲 在某 短視頻App中看到一則廣告 稱壽眉只需398元 變成店消費 沒想到 在店家的誘導之下 最終消費金額竟然高達12000元 當夏女士詢問購買了那些項目時 母親只能說出瘦眉毛 洗眼線 去斑 去皺等 對具體系什麼項目一無所知 夏女士與該店客服人員聯繫 發現包括細胞透色 PRP血清 去皺等項目 夏女士 質疑該店是否具有操作此類醫院美 醫療美容項目的資質 醫院表示這項目會在另一家整容美容醫院 做的 但是不肯說出具體是哪家醫院 最終夏女士向監管部門投訴 夏女士說 現在的醫學美容市場 魚龍運載 一些醫療美容機構 用低價吸引客戶 不顧質量和安全性 比大家都知道一些藥的市價是多少 有些機構會用低於成本的銷售價做宣傳 然後漏打 少打 甚至使用假冒劣質 產品 這些大陸才做得出 給小朋友喝奶粉也可以下毒 其實醫療美容的情況 香港也有很多 一樣的手法如出一次 大陸現在《人民日報》做了企業追擊手 或是行業追擊手 對於不同行業也頻頻追擊 近期中共的喉舌媒體對行業頻頻開炮 例如網絡遊戲 奶粉 生長數 電子煙 還有 打車服務 滴滴滴滴出行 還有送外賣的美團 然後 就是 騰訊的王者榮耀 甚至乎 被官媒 說得精神的鴉片 大陸不同行業都受到現在中共喉舌的不斷追擊 好像你做甚麼都不對 其實我們也知道 大陸很多行業 是十分之違背良心的 做醫院的 做醫療的 全部都是埋沒良心 賺錢自償 謀財開命 就算 是去到 娛樂事業 不斷懸負 然後 說到中國幾美好幾美好 實際上中國人民是活在水深火熱 很多人 但是他們的電視出現 每個都是盡男美女 出入名車 出入名店 吃的高級餐廳 有空又去滑雪 可以出國旅遊 去巴黎鐵塔 全部都是騙人 現在大陸 大陸的人是不准出門了 我們去年 還是前年 我們說過一個大陸的 片集 應該不知道是片集還是那個 宣傳的一個短片 翻滾壩後浪 意思就是長江 後浪推前浪 說你們翻滾壩 說到中國人很幸福 有選擇的自由 有去旅行的自由 現在沒有了 大家記不記得翻滾壩後浪 我有空再翻滾一段影片 中國人民 中國年青人可以去滑雪 可以去巴黎鐵塔 可以跳滑長傘 可以去泰國游泳 享受陽光與海灘 應該 還可以來英國看大笨棕 去美國看大黑谷 黃石國家公園 去南極 去北極 任何一個地方中國人都可以去 驅往而 現在全中國 所有人都不能夠出國 我們接下來會繼續跟大家說說大陸的人現在很慘 溫州據說有幾千人滯留在溫州 本來要去讀書的 現在全部不可以出國 這次人民日報 對準醫療美容 稱為醫療美容行業迅速發展 但是當中有很多問題 然後 其他的 這個文章 就議論紛紛 就說下一個行業是誰呢 網友表示 是不是開始一個個板塊打擊呢 遲下就會說白酒市場 中國人喝酒 喝那麼多錢 吃那麼多煙 對醫療造成多大的壓力 吃煙 你知道嗎 收的煙稅 一年有多少百萬人死於肺癌呢 你收的酒稅一年有多少百萬人死於肝癌呢 死於酒呢 死於酒後呢 亂來走後駕駛呢 每一個行業 都有一個很大的危害性 當然賭博也是 中國的賭博 亦都使得很多人傾家當產 淒淋子散 即使是遠在 中國最南邊的一個地方叫澳門 亦都是大量的製造社會問題 現在 網友說 每個行業都帶上一個緊箱罩 有空就練 練經、練經 每個都很快會 每日 全不合一旦 每日選一個人來追擊 再引述 包括 中共侯市新華社的經濟參考部 對網絡遊戲戰真的炮轟 文章直接點名騰訊 以及他開發的手遊王者榮耀 使用手遊股全線暴跌 然後 8月4日新華社發文炮光了生長激素 市值超過1100億 稱為東北醫療茅台的長春 高薪 那麽好就跌停板了 然後安科生物就暴跌一成 然後 中共後市8月6日 追擊這個羽葉 這個概念股全部都大跌 然後 中央財經 央視財經又發表這個決心 不是炒心的理由 星期一這個晶片股也大跌 所以每一個行業都被他精準地追擊 我們可以看到 新東方跌了九成 騰訊跌到七百元 跌到四百多 美團咬腰跌了一半 快手 快手跌了七成 很多 股票 全部都暴跌 不是只是懷疑接受他 很多大陸人也買了這些股票 很多香港人也買了這些股票 很多外資 中資 全部都糟糕 不過股市 其實從來都不是習近平關心的 習近平 只是關心他的政權 能不能繼續下去 只要這個政權可以繼續下去 他任何東西都可以放棄 任何東西都可以犧牲 當然錢 只是好小事 不過錢是好小事 對於他來說 但是他下面的人就不是這樣說 所以 有部分都會出現壓力 例如這個王者榮耀 攻擊得太厲害了 他都會收回 因為 你說他是精神鴉片 下一步就要殺了 這些人要豬狗族 民間的時候 每一個精神鴉片 每一棵毒草都被人打倒在地 然後 還要踩上一腳 讓他永世不得翻身 現在 中國 由1949年起 中國人民 被人踩在地上 根本就是永世不得翻身 這一節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拜拜